欢迎再次和我们一起生活 一起连接 在这个二月来到最后一个星期的时候 代表已经来到了我们二月的最后一场约会了 那什么约会呢 如果你还没有看到我们整个二月的系列的话 或者是呢 这是你第一次参加我们的live online 那想邀请你来post这个video 然后去看我们二月的内容 因为呢 非常的精彩 内容非常的丰富 那今天呢 来到最后一场约会呢 当然要邀请一个比较重量级的人物 你知道吗 那重量级因为他对我很重要 因为呢 在我人生的很多不同的阶段呢 他真的给了我很多很宝贵的意见 还有一些的看法这样子 所以呢 今天的这个约会呢 可想而知 一定是非常的特别 所以他就是 军兰姐 耶 真的是重量级哦 不只是重量的重量级哦 那还有年级的重量级哦 当然 没有啦 还好啦 对于LL的认识我也是重量级哦 这个我可以见证可以 确定 但是不只是这样 重量级是因为呢 真的很难得可以请到你 因为在重量级之前呢 他都是在中国进修 因为种种的原因啊 然后包括疫情的关系呢 我们也看到说就是他回来休息 这样子啦 是 可是你会想念中国吗 想来回去啊 非常非常的想念 想念那边的四季 哇这个时候应该是下雪的时候 哦呀 想念那边的人 然后 当然 想念那边的各样的风情啊 包括食物也有 嗯 想念 巴不得快点回去 OK啦 OK啦 留下来是好的 是 你没有留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不会邀请到你 你懂 是 我们在blend整个二月的内容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马上想到军兰姐 然后呢 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 因为刚好他在新加坡嘛 然后就打电话给他 他马上就有很多的idea 所以你看到我们今天很多的食材哦 哇我就想 真的是问对人的 约对人的 约对人的 当你联系我的时候 是问我说 哎呀 关于爱 有怎么样可以用什么食物 或者有什么点子 哇 我就一下子就想到要用吃的 因为我一路来都是喜欢煮 喜欢用吃 用食物来连接关系 或者是传递爱 所以 哇你一讲到 所以我一想到三文字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三文字对不对 对对对 那你带我走入预备的过程 好啊 第一步是 我们先戴手套 现在疫情我们都要讲究 讲究威风 对对对 其实讲到三文字的时候 为什么我要介绍这个三文字是 第一它食材很容易找到 对的 食材很容易找到 哪里都有 你要楼下的市场 或者是超市 NTOC 哪里都有 然后第二就是它的食材便宜 哦 它食材很便宜 然后做三文字呢 有多你就放多 有想要放珍贵一点的东西 都可以自由选择 然后我今天要介绍的第一种三文字呢 叫做那个Tuner三文字 因为这个Tuner是我曾经做过给很多人吃 然后大家都觉得不错啦 然后你发觉我用的食材 我没有放盐没有放糖的 就是盐质盐味的 ok ok 所以我们要混合吗 这个Tuner也很容易找到 但是我特别要强调的 你买的时候买in water的 就是放在水里面的 不要没有niss的 oil的都不要 盐质盐味 ok ok 然后我们就是来弄一个 当然我们开起来的时候呢 我们要把它的水弄掉 ok 用一个碗吗 我用这个盘好不好 ok 然后就把水挤出来 很容易地 就这样挤出来 对对对对 挤出水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Tuner 然后我们就倒出来 你直接用这个Duner吗 对 直接用这个Tuner了 然后我的秘诀 我的Tuner的秘诀就是好吃是在于 多了这个东西 哦 有酸干 这个酸干呢 你放进去的味道很不一样的 哇 所以我们要来放酸干 我没有听过放酸干 对对对对 这个是我在很多年前 应该是十几年前的时候呢 当我在很喜欢研究吃的时候呢 一个美食家教的 是让它比较清爽什么的感觉 它有一个味道是提升那个Tuner 它不是有些人不喜欢那个腥味 明白 它又有一种清香的味道 明白 所以让你觉得很不一样 所以我会 以我的习惯呢 我喜欢放四粒酸干 四粒 四粒 一罐的我放四粒酸干 这样你需要对粒吗 对对对 拿掉那个种子 嗯 OK 拿掉那个种子了 哦 你放一边而已啦 你没有这样 对对对 然后就容易吗 哦 OK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 这个 日本的没有什么 对 我这个很喜欢 这个一定要的 如果没有就是 所以你不买那个 已经是Tuner mayo的那个罐 你只买自己混合啊 我个人啊 试过 我觉得这个混合起来比较新鲜 不一样啦 感觉不一样 OK 就下去 就是这个东西是看个人的喜好 所以你的阿嘎凭感觉这样就行了 我的感觉啦 但有些人喜欢多一点 然后 呃 还有这个 哦 我觉得三文字哦 这一个东西可以提味 如果你在中国东北的话 你喜欢吃那个鸡蛋炒番茄 你怎么样炒都不会好吃 就是因为忘了放了这个 我在那边发觉 你用新鲜的番茄的时候 也要加这个 就像这个也要加这个 你加进去那边啊 对 它味道不一样的哦 等一下你尝尝看 很有趣的耶 我真的没有闻 我为什么会喜欢 然后今天介绍你三文字 是因为我在中国四年的时候 我上课 我在那里上大学 四年哦 每个有找课的时间 我都为两个同学做三文字 哦 这个 这个三文字是 四年 没有停过的 做给他们吃 哇哦 我觉得很方便 又好吃 然后 今天就介绍给大家 你就混合啊 你用刀混合 是 你刚货我这个 所以看起来还可以吧 对 看起来肯定比那个鸡蛋炒没有 麻烦你跟我拿面包 哦 有 面包 今天的东西没有赞助的哦 我们只是 没有办法跟它盖住而已 OK 所以 记得 做三文字的话 就是配料 基本上都是 你看你要配什么 所以 我们等一下做不同的三文字 所以我们就用不同的配料 比如说我今天用这个菜来讲 然后通常会凸出来 你就这样放 要折一点 对对对 然后因为鸡蛋炒本身的味道很浓的 所以我基本上不会再放番茄了 我就会放这个灯笼椒 灯笼椒 放一两个 要去看口味吧 看口味 我超喜欢吃灯笼椒 是啊 那我就放多一个给你 因为它的 因为它的 这个非常地 refreshing 对对对 看个人 如果你知道 你要做给你的家人 或者朋友 他们有特别的喜好什么 你可以为他们而做 没有机会 你说这个 这个食谱 是你 从 在中国之前 就已经开始做的 我相信 很多年轻人 以前的领袖 都吃过我 我做的 OK 所以我们已经做好 这个 Duna的第一个 sandwich了 耶 OK 等下来 品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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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叫做 荷包蛋 三文字 荷包蛋 荷包蛋 我已经是尝试 已经弄好了来 然后这个荷包蛋 如果你是在家做的话 你可以不用煎到蛋黄这么熟 因为你新鲜吃 然后如果你的朋友 它也有个人的喜好 然后也可以因着它的喜好 而来调熟度 所以荷包蛋可以用不同的 请你再给我两包 OK 这样子这个面包需要烘吗 还是什么 你先放多两片 先放多两片 等一下我教大家做 我们新加坡 最普遍的 咖雅面包 OK 放烤这个面包 150度 但是如果是已经烤过的 你就五分钟就够了 可是它只有一边的 也不用紧了 不用 就这样了 OK 所以10分钟 150度 150度 好 我们再给我两片面包 我今天教 好的 刚才继续我们的荷包蛋三文治 是 做三文治一个很重要 就是它的配料 而它的配料 其实都是差不多一样的 就是你可以因着个人的喜欢 那么我介绍你一个 就是我很喜欢三文治 你加了这个东西 它会提味 然后因为我讲究健康了 所以我就不放盐 也不放糖 所以今天这个ketchup 是我们的主角 开始的时候 面包是主角 开玩笑 开玩笑 就是你喜欢就放 不喜欢就不放 我真的很少看人家放 和姐这样 但是我告诉你 你加了这个会不一样 我的同学吃了四年 超爱的 四年 不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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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的一个sandwich 我还是有做不同的 会换 就是吃你的sandwich 不一定放ketchup 不过他们喜欢放ketchup OK 这一餐我们可以放西生菜 也就是玻璃生菜 我们这里讲的 你放下去 不一样的生菜 生菜 就是说你家里喜欢吃什么 剩什么 你都可以拿来做三文治 它很好的 对 这一个就是荷包蛋沙 当然一定要放一点点的 这个 你切出来会很好看 然后当然 这个少不了 这个鸡蛋 我们就要放一下 好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如果你要放黄瓜 什么都可以 就看你家里有什么 就做什么 看你要多丰富 对 你看 所以就第二个三文治就做好了 OK 第三个有一个特别 如果你有特别的人物 你想要祝福他 你可以用工具 这个工具叫做 Hot shape 这个工具会让你做一个 Hot shape的面包 而这个面包你可以千层的 你可以放里面的东西也是千层的 放很多 这你有没有用这个底片的 没有用 我是有用 但是做这个Hot shape 就不要用 多拿一片的一个 好 这样 然后你就把这个Hot shape 按下去 恐怕它可能没有完全出来 你可以再加工一下 让这个面包你看得到 简单又容易 对 然后又很有意思 我们讲到爱 对不对 这是要做给那种 男朋友啊 什么啊 都可以做 没有啦 做妈妈也可以啊 妈妈生日的时候 妈妈生日也可以啦 OK Jane姐我要try 可以可以 我try 来来来来 要按下去 按下去 小心你的手 我今天公道头很多次 可以吗 可以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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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 然后 一样的 如果你要放Hem 你就来切Hem 好一下 嗯 有没有Bass Bass Bass Hot shape 然后你剩下的 别浪费哦 等一下我们做其他的三文字 可以放进去的 所以不会浪费的 不要不要以为会浪费 我们暂时放在这里 可以吗 没有你调一下 调一下 啊对 肯定可以的 哦 啊 我们try 最后一个吧 OK鸡蛋 就通常你都放多少个 看你咯 如果你 你弄给谁 那个 胃口比较大 你就做几层 啊 OK 如果给女生 然后我们就要放少一点 然后 哇 真的很用心耶 很用心 我没有看过这样美的 Let's use OK我们就这样啦 就这样啦 OK 这样就有不同的味道的面包 反正 好鲜 好鲜 然后你可以放菜鲜 嗯 看口感啊 你都可以 再放鸡蛋 当然你要放其他的也可以 你想到什么食材都可以想 一二三四五 五种不同颜色 呃 那新加坡我们吃该亚面包 很普通 对不对 你去阿坤 花好多钱去 但是你为你的家人 为你所爱的人 你可以很简单用 又便宜 又好吃的 自己来做 自己来做 那我们的面包已经刚才讲了 烤好了 我们已经烤了 刚刚好 嗯 来 烧哦 烫哦 小心 OK 这个就是 那有时候你会 哎呀 觉得可能烤得太焦 还是什么都 都 因为我爸爸以前是卖面包 海南面包 我海南人 所以我们很会做 如果你烤烤太过熟的时候 你就用刀杀杀 那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还可以了 看个人的喜欢 对啦 这个很像亚昆的那种 白面包 所以它最主要就是 你一个工具叫刀 把这个刀插下去 就把它切成对半 哦 你这么薄的面包还可以 插一半 对对对 切一半 这个就是 熟能生巧 久了 你就 可以 你看我现在说的时候 我的手都发抖了 不过我在中国 常常弄给他们吃 就这样 所以呢 我们就拿牛油 然后 你就切了 然后 你帮我开一下 咖椰 咖椰 嗯 就是这样哦 基本我是不会 因为 甜啊 对 就这样 这个就是 我们的咖椰面包 对 做好了 做好了 所以我们现在 最后一个面包 对不对 最后一个一种 所以我们要做什么面包 这个大家都懂吧 大家也很容易弄 对不对 你可以放在水里面煮 到全熟 你也可以 现在有一些 你放在那个机器上 你去做什么 然后它就熟了 就扒了 就这样 最主要那个蛋好的时候 你要泡在冷水 然后你剥 就很容易剥成这样的一个蛋 哦 这样的一个蛋 一样的 做上蚊子一定要有 菜 啊 喜欢生菜就放生菜 喜欢放这种 另外一种生菜 然后就放啊 你喜欢吃这个啊 是 就给你好看一点 跟龙胶 嗯 最主要是这个鸡蛋 这鸡蛋呢 你可以切 那你说 哎呦我切不好咧 不好看 那你也可以跟它切的不美 你就mash掉它 然后就变成一种 嗯 就把它当作艺术对不对 啊 对对对对 我故意的 因为切不好 鸡蛋就是这样嘛 然后我们就这样切 哦 当然现在也有那种 可能machine啊 可以一次过的这样子 不只用馅 有些人用馅 啊 都可以 然后你切好了 你就这样摆嘛 哦 其实很多 像我这四年做给同学 他们都没有开来吃啦 他们只是taste sweet 你大概知道有鸡蛋在哪里 对对对 你就摆出来 你就可以看到很漂亮的鸡蛋这样 OK 所以我们的最后一个三明治好了 就是这样 耶 是平常的时候了 耶 你要try哪一样先 美好的 我要先try 这个我要重头戏 所以我要等到最后 这个为你做啊 啊 为我做 所以后面你try啊 对啊 后面我再try 先从 就这样子吧 就这样子 try 这个是 Hot Boi Egg 嗯 耶 真的很健康 那我第一个review 那把我喜欢 你用那个灯笼椒的味道 鸡蛋的味道 它很鲜明 很鲜明 很鲜明 然后你足够的那个味道 其实不用加其他 嗯 而且它的那个 因为鸡蛋本身就有那种 咸咸的香味啊 嗯 然后又加了灯笼椒 其实就很足够 嗯 谢谢你叫到我 不是每个sandwich都需要加sauce的 第二个 我这个是那个有ketchup的 哦 喝吧 你吃一下 是不是它有提那个 把那个蛋鲜 把那个面包味都提上来 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 如果你喜欢番茄炒蛋 一定要吃这个 嗯 因为它的那个 我很喜欢番茄炒蛋 因为我觉得它又香 又甜 可是又 甜的不是那种死甜 你知道吗 汤的甜 哇 this is very good 这个是 啊 那个tuna with ketchup的 对 它酸干的味道真的是把它的那个tuna 这个 普遍 普遍 普遍的这个 它有点 爆出来 这是那个butter什么 可以 你试一下 如果你没有办法切得这么薄 你可以用两片面包做 嗯 因为这个面包也不厚 它不厚 但那个 我觉得面包薄的时候 可以提升那个里面的内馅的味道 嗯 这个是好的butter 又是好的gai 那个gai好吃 所以 it's always a comfortable feeling 中头戏 买了 一层一层的爱 让你享受爱 爱 送你离开天涯之外 这个要怎么吃 你看 这么漂亮 怎么吃 我咬哪一边 突然变得心碎 你知道吗 本来就是爱的 你要完整地吃到晚 才是完整的爱 我要塞进去 Ready challenge One two three 对 而且你讲得对 它不需要任何的sauce 因为 那个羊就是有那个有腻的感觉 它全部都是 颜汁 颜味 所以 一份爱 真的是一份爱 感受到满满的爱 很温暖的爱 如果是我的肚子温暖 还是我的心很温暖 而且 你为什么想要做这些面包给你的同学吃 其实就是我们都知道 圣经 我听 柯林多前书十三章 爱篇里面讲 他说如果你讲爱 讲爱 你讲爱 可是你没有行动 就好像明的罗 想的罢 这样 你讲而已吗 讲谁不会讲 对不对 所以 要有行动 所以就用行动来做 可是 当你在做这些上面吃的时候 会不会有人就是刻意占便宜 就是 每天就是去找你吃早餐就好了 越来越多人就排队 那边说你在开档 其实我当时那四年 我的同班同学有二十位 然后另外一班 我们很近 四十位同学很近 然后不同班的同学有问过 你很偏心 你只弄给 他们两位吃 其实爱很重要 重要在哪里 因为圣经里面有一句话 就柯林多前书一章五节 他这样讲 他说爱的总归 命令的总归是爱 爱是从什么 清洁的心 无愧的良心 还有无为的信心而来的 所以当你做的时候 你要量力而出 意思就是说 你只能够做两位 然后你做不了二十位 或者四十位同学的 所以我只能够做两位 我因为爱我就做他 做给他 然后他接不接受 或者他敢不感激 或者他别人有埋怨 我们都对我们已经不重要了 为什么 因为你是因为爱而为他做 他们的反应 其实对我们来讲 不是那么重要 这里我就讲一个思维 给你想一下 因为我的同学曾经问过我 因为我那里的同学 他们都是离开家乡 来到大学 他们是住在宿舍的 那基本上一个宿舍都是四个人住 然后有一个同学 他就问我说 哎呀我们的那个卫生间 我们是轮流要洗的 然后他说 蓝铁啊 为什么他们总是不洗 排了时间也不要洗 那总是我洗 然后他问我说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是我要做那个更多的 其实如果我们 有一个思维就是 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我们要爱人如己 那上帝 我们爱上帝的时候 我们有上帝满满的爱 在我们的里头呢 我们要爱自己 你知道吗 才懂得爱人 所以你洗那个浴室 我跟他讲 你洗那个浴室 是因为你自己 要有干净的浴室 用嘛 然后你就好好的 为自己弄一个干净的卫生间 然后你用 然后顺便祝福别人 你的同学也用 这个思维 跟我们其他爱的思维是不一样的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先领受爱人 然后你爱自己 然后其他的人因着我们 我们就可以祝福到他们 也有这份爱或者祝福 所以这个思维很不一样 而且这个有无愧的良心 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重要 因为就提醒到我自己说 你知道有时候爱的时候 有些人不想去爱 不想去施舍 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说 哎呀我做不到 反正就不要做咯 可是这个很重要 就是我们要说 可是有一些的尺度 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 然后我们就在 我们可以做得到的时候 不要找借口 然后还是去做 可是也不要让自己觉得说 要被 要怪罪自己说 为什么我做不到这么多 这样 这个很重要 量力而为 对 量力而为很重要 那有没有任何的同学 就是可能一两位 就是特别被你这样的一个举重 很感动的 这个 这个 我因为还有跟这个同学还在联络 然后我们关系也很好 因为很多年了嘛 大概又六年多的关系 那我曾经访问过他两个 那其中一个可能大家都认识图成 读成 他说他开始的时候会觉得说 哎呀 为什么有这样的人呢 一定是 you know 有所企图 到底带着什么目的 你要我的 是吗 你要我的什么东西 因为他是学霸 然后他可能就想 为什么 因为在普通他们的生活上 或者平时我们的生活上 很少人会不间断的 为你做一件事情 为你付出 甚至像这样做早餐 是根本没有 连自己的 他说 他跟我说 连父母都会必 为你每天做早餐 他说 这么多个人会 刚刚认识 然后每天就为我弄早餐 所以他开始不明白 纯着怀疑 但是他后来 他因为变成朋友了嘛 他有去国家聚餐 玩游戏 然后我的房东 就跟他讲 哎哟 你们很幸福 这个蓝姐这么早起来 为你们预备 对啊 早餐 然后天天不断 当时他就说 哇 他就被触动了 他就觉得 哎呀是哦 原来他要牺牲自己的睡眠 然后 对他们来讲 我的年纪是老人家了 那时候54岁 看不出来 他说 哎呀为什么 他要这样做 所以他觉得 我前天还在通通通 recheck的时候 他就说 是啊那时候我感受到 满满的爱 很幸福 那种幸福 无可原意 就是那种感受 所以当然他也领受了这份爱 他也当然借着我的这样的一个行动 他也领受我从上帝那边领受的爱 他也领受了 哇哦 所以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真的 是是是 然后我 我最重要我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我今天也是想要分享一下 我们爱一定要有行动 没有错 一定要有行动 我们讲很多人都会讲 男女朋友会讲 或者是外面的人 我爱你 或者是什么 我们都很习惯讲 可是 行出来 就不容易了 那么尤其是在圣经里面 如果你了解 格林多前书十三章 就是爱篇 爱是永不止息 哇这句话 大家都很熟悉也很喜欢 可是这句话后面有一段很重要的信息 这里告诉我们 爱是永不止息的时候 我们要了解 因为时间有限 我们知道的有限 这是圣经告诉我们 而且他说我们小孩要脱掉 小孩的信息要变成成熟的大人 而爱是要有成熟的表现 要成熟 而不是那种 娘娘来 然后使命要 使命爱 那不是的 而是要有成熟的表现 而且要知道很多时候 我们像在静止的里头 你说你做了 人家不明白 或者你自己也不明白 或者在爱里面 你人生里面 发生了很多事情 你不明白 但是圣经这边爱篇 告诉我们 我们不清楚 好像在静止里面 但是主知道 我们的主耶稣知道 等到主来的时候 主就让我们明白 所以他说现在有最重要的事情 是有信心 有盼望 有爱 而最大的就爱 而我觉得我们要去跟人家 连结 我们要去传递爱 最重要我们要有基督的爱 Amen Amen 然后我们去传递 那就不一样了 是真的 有基督的爱 会让一个人完全转光 对 因为真正的爱是从那种付出 是 那种不计较 是 然后我们做的时候 就是 我有了这份爱 我希望你有这份爱 我有了这个幸福 我也希望你有这个幸福 然后我就是想把这个 给更多人 然后他们有时候想要买汽水给我 报答我 那个早上 我说不用 你就领受了 然后你也去为别人而做 传递这个爱 这个爱 一直传递去跟人家连结 然后传递爱 那这个爱到处都是 多幸福 多开心你知道吗 是 而且你知道 因为我们整个二月都讲到爱 因为这是一个爱的一个月 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讲到 耶稣的爱怎么去恢复我们的生命 怎么医治我们 可是神的爱不只是 就像刚刚讲的 在我们生命而已 我们要去传出去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总结 对我们整个二月的一个内容 而且你在给的时候 你也领受到爱 对 所以它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 cycle 一个循环 因为当上帝把他的独生儿子 赐给我们 For God so love the world that He gave 祂爱我们 所以祂赐祂的儿子给我们 好让祂的儿子 能够成为我们的一个 一个待罪羔羊 担当我们的罪 然后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就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领受过后呢 我们可以给出去 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福 一个好消息 而现在我希望 如果你在看这个 跟我们一起连接 一起约会的时候呢 如果你说 你从来没有听过 这样的一个福音 从来没有听过有这个耶稣 今天我要跟你说 耶稣非常爱你 今天我们讲了所有的爱 你也可以经历 你也可以领受 因为神的爱要充满 祂的圣灵要充满在你身上 好让你也能够明白 什么叫做真爱 In and of ourselves 我们是自私的 可是呢 当我们有神的爱的时候 我们可以变得无私 是因为上帝 所以呢今天如果 你想要接受耶稣 你说我要耶稣 来成为我的救主 来成为我生命的主 我邀请你跟我 一句一句的来祷告 我们来接受耶稣 进入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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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得大爱 得大爱 你为我的罪 你为我的罪 钉死在十字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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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 求你 成为我个人的救主 成为我个人的救主 洗净我的不义 洗净我的不义 洗净我的罪 谢谢你主 谢谢你主 我爱你 我爱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Amen 太好了 我希望呢 如果你跟我一起做这样的祷告的话呢 记得一定要在我们的各大社交媒体来联络我们 因为我们想要更加的认识你 也想要帮助你更加的认识耶稣 所以呢 记得也要like share subscribe 然后开启那个小铃铛 这样子我们上载的时候呢 你也就知道了 你也就被通知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呢 我们想邀请你 跟我们一起来做出奉献 你知道这样 但我们讲到爱是要给予的 奉献就是我们去给予神的一个时间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扫描QR码 我们一起来甘心乐意 开心的来做这个奉献 那在奉献的当儿呢 我们也有一些精彩的实体聚会的片段 希望有一天 能够在实体聚会 星期六下午四点见到你哦 拜拜 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有 慈爱 绵敏 和诚实 我称这个字为 希伯来文的一个意思叫 He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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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双方同意立下这个约 并且愿意尾声去遵守的 所以在这个字出现的时候呢 是在指上帝跟以色列人之间的那个婚约 所以是Hesed 圣经里面谈到慈爱 谈到良善 谈到绵敏 忍耐 信实 忠诚 守约的时候 这一些的日 都是原来Hesed 的意思 当然我同意 我们人是不能爱神 超越神爱我们 但是我们如何的回应上帝的爱在于 我们是否认识他的Hesed 认识他那个无条件 立约 永不改变 他的慈爱 他的良善 他的信实 他的怜悯 他的忠贞 这一块的Hesed 我觉得才是Hesed 要告诉我们的